南韓電影《空氣殺人》 改編自2011年加世氣殺菌劑毒害事件 本片由李仙斌單綱女主角 她過去作品以喜劇為主 這次收起開朗笑容 姚勝一變成為捍衛受害者的辯護律師 對於這次的演出她表示 我們可以走這條路嗎 我也會很高興 而她也談言拍攝這部電影壓力很大 因為心情沉重 所以拍攝期間越來越瘦 甚至在夏秋天拍到流鼻血 連她自己都嚇了一跳 所有緊張感到最後拍攝 正在同時拍攝中間 當時拍攝中間 你也不知為何人在一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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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我以為作品裡 討論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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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討論 但我以為 那時候 我一定會很想到 我還不知為何人在一起 因為我身邊的朋友都知道 對於我 沒想到你拍攝壓力這麼大 必須給個大大的抱 我喜歡